三个中产党 今天会继续讲和抗争有关的事情 由一位官员开始讲的 叫做罗范昭勋 不知道你们有多熟悉他 以前他是教统局常任秘书长 当时是最多人认识他 以缺乏同理心 讲话刻薄 某程度上他很能干或勤力 虽然他能干的方向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和李国章很友善 因为他们都是同一类人 我听回来的人对他平均 建制派的人说他很真心做事 他为了教统局 他就特别读了教育碩士 他说我要了解 我觉得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和强硬的强硬程度 应该都是比林郑月娥的强硬 林郑月娥比他好很多 如果他做双龙 如果他做特首当然是第2个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说什么呢 早前他上了一个港台节目叫Black Check 其实没有人看这个节目 因为鬼佬英文节目 早上早8点做 哪有人有兴趣听 后来最主要是跟他一起做节目的吴文远爆出来 这件事没有人会留意吴文远究竟是什么人 重点是什么呢 当时主持人就读听众的意见来说 他说有一些少女抗争者被人误导 结果就去了提供性服务给前线的抗争者 二世 你有没有听过这些情况 他说这件事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故事 他没有说 fact check 但他说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是确实了 的确是有一些示威者 再加多一个形容词 就是三sex 有一些女性的抗争者 他就免费提供性服务给男性 这个故事就由这里开始牵起前线 但我等大家讨论之后 我会告诉你 这些男性通常的方向是怎样 首先当然 人们后来找回 究竟他怎样知道这件事 原来就是上网看那些whatsapp 不知道什么图 有这些东西 现在人们很快就笑 罗瓣椒粉 连这些 fake news 你都相信 这个故事还没完 现在为了令这件事更加真 我不知道大陆哪个视频 特意找一条女性 背对 然后又变成声 我真的被人误导了 我真的提供了性慕慕 给这些男女士 现在都要堕胎 你想想国家那种层面 如何操纵新闻 是很认真的 你说我假的 我就请个人出来 拍完影片告诉你 他真的这件事 大致上是这样 先问一下你们怎样看这件事 其实我看法亦都跟坊间 这件事发生了几天 所以是当笑话 这样看 很多角度我都同意 例如free sex 那是否就是说 尤其是如果他合法年纪 那是否要付钱 现在发生就是说 不是 因为读者来讯 我要搞清楚 读者来讯 就写13至16岁 16岁就合法 13至15岁就不合法 罗饭招婚 是没有说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 假生物很常见的地方 你把几个不同的东西 混合在一起 如果罗饭招婚 说未成年事 没有这件事 他就会说 我没有说到 我只是说free sex 未成年 不关我事 类似这样的事 OK 但这种方法是这样的 我将逐件事 这件事的特别地方 我去说一说 因为这件事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就是在罗饭招婚 那人很言之作作 哭着跟我说 哭着 这些人真是没有人性 他说这件事 他在说我朋友 明白吗 我朋友的女儿 我当然没心机听 但问题是我朋友的女儿 所以罗饭招婚 几岁了 朋友的女儿 即是未成年 她未成年 14岁 OK OK 我也免得听这些 你怎会免得听 很juicy 我不信你免得 这件事不够juicy 不够juicy 好 他没有细节 他没有形容女儿是怎样的 OK 第一就是这件事 第二就是 第一就是 所以我相信 罗饭招婚 你不是听过 那是罗朋友的女儿 那是罗朋友的女儿 我会觉得是真的 第二件事 就是什么叫free sex sex就是group sex 什么 free sex 在我们来说 在一个计程中 就会说free sex 估计 F-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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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什么 我说了他 那条女儿 我搞这么小 一个给贯钱的人 才有free sex 这件事 如果那一家不是 给贯钱 叫鸡的 那一家怎么做free sex Sex就是free的 即使不是单单清 可能去交责 也或者交责 即使就换了 是 没五 Port 被很多人干 punya 被人卬了 那是错的 分明的 但不是 free sex 我也不明白 就是叫锅鸡人 只说叫锅鸡人 在讨论区 叫鸡 我还会吵 F-O-C 我看 extras 这样是对的 是相对的 一般正经地 就不会这么做的 就算被人 も英不如 就算是没有 不算是非 第三,有哪裏誤導? 一個女孩子,她自願給一堆義士去搞,至少她沒有誤導 如果那些人,她沒有誤導 如果被人弄完,她是藍絲,這樣就真的誤導 如果被我弄完,這樣就誤導了 她自願給一些義士搞,沒有誤導 可能她騙她,如果被她弄,義士出去衝,就有氣有力了 那真的,也沒有錯 反而是軟手軟腳 但問題也是,沒有誤導成份,我看不到任何誤導 我這樣說,當然,這件事就是這樣說 我真的不太認為,有一個十多歲少女 有一個十多歲少女,是不知道要去勞軍,慰安婦 但在任何狀況之下,一個十多歲少女 濫架和一堆義士去搞,我相信是會發生的 但誤導她說的情況是,你差不多是勞軍 慰安婦,很多女,十二、三歲都出來搞 當然這件事是不合法的,但不是誤導問題 就算那些不是義士都會發生的 那件事發生在香港,這種不合法的情況 就像剔刀,那些不合法 但問題是,這件事是很普遍地發生的 當然,我也相信有發生的 因為不論是義士十多歲,十多歲 又是一個統計學問題來的 即是一堆十多歲,一個濫架的十多歲少女 是一個統計學問題來的 是會有出現的 而大家一堆很年輕的男女出來戰爭的時候 那件事會很容易發生 即是當你放鬆的時候 因為你很壓力,很緊張 但是你牽涉到,如果你要向上好的層次 又是慰安 即是那些慰安 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一個工作來的 我想你很難會哄到一個人這樣去一個工作 是一個offer來的 我覺得整件事比較是 我首先這樣說 第一件事,你很難代入一些藍絲的思維 因為你一定要將自己的思維降低 我都有想過,你應該是叫收錢做雞 應該是比較接近真實性 而且才有一個道德批判 你真的將現實的性交易放在抗生運動 但為何他們不敢做呢 因為他們告訴你 首先,最高的層次就是最純潔的愛情 次一級就是給錢叫雞 再次一級就是,現在連錢都不給 現在是免費雞 連錢不給,是高級比給錢的 老老實實 不是,你這個就是... 我猜最低級是因為 開始說了給錢,但後來不給,是不是更差 這些是因為你們不能夠貼近一個藍絲師奶的想法 我肯定這個故事,一定是藍絲的大媽 為什麼呢?因為藍絲的叔叔,很多都應該是雞蟲 他不會這樣想 什麼雞蟲不會這樣做 作個故事也不會這樣做 那藍絲大媽的邏輯就是 最崇高的就是真實的愛情 或是結婚 男婚女嫁的愛情 較便是給錢 更要是婚後才可以 最便宜的就是 你有沒有搞錯?你虧給那個男生什麼都沒有 你現在輸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就是羅范昭先生的一件事 他就是那些藍絲大媽 就覺得,大哥呀 你們起碼都收錢 吃一頓飯 吃一頓飯也好 你連這些都被虧了 第二件事,這也是重要的 他不是告訴我們 他是告訴其他男生家庭的媽媽 你女兒,現在出去 你說抗爭都算了 抗爭就有得去衝 他現在截底給男生 你怎樣再讓他們出去 你知不知道外面很多魚郎似虎的人 將他當作貴安戲 將會汙辱了 沒有了結席身體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一個常理的角度去推斷 但你可以慢慢拆解 這個故事是怎樣想出來的 這個一定不是那些雞蟲藍絲大叔 如果用一個雞蟲角度來說 是不合理的 這一定是一個大媽想出來的 我有兩點要補充 第一點就是 雖然這件事都蠻訪問 但我覺得都蠻合理的 至少有人跟我說這件事 很哭著說 真是慘 我覺得都蠻合理的 為何慘 你要了解 探討藍絲的內心世界 你要問清楚 為何他覺得慘 對 因為沒有收錢 還是怎樣 你要跟你說 我也覺得很慘 但你覺得最慘是甚麼 你覺得他最慘是沒有收錢 還是你覺得他連維安婦都不宜 第二件事 我認為在男性級之中 義士是有性吸引力的 就是義士 對於明星人 你就是前面最充的幾個影響 你肯定能保護到我 如果不是 在法律主演化生理學來說 如果不是怎樣做義士 因為義士獲得性的機會特別高 所以我不排除義士有很多 有匯報的 有匯報的 所以那個姓楊的義士 有一個 好像在台灣 我都被人說 有兩個 不是一個人見到 姓梁 姓梁 總之是喜相飛一個 那我不知是喜相飛 哇 喜相飛 兩個人說厲害 我不知道是沒有人喜相飛 那都有 也有喜相飛 我有相片 我有相片 有相片 但是毫無疑問 那一定是 自由性 那些是沒有錢的 但是問題是 證明那個義士 是 它有付出的 自由性 是為了一件事 所以 所以其實 我覺得 這件事發生的可能性 但是 應該這麼說 這件事 一些義士 或者是一個義士 或者是跟一些女生發生關係 是對的 現在是 那件事 是有發生的 但問題是 那個理由 不是叫做為安婦 是一個理由解釋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女生 有沒有覺得後悔 或者什麼 後悔都沒有 你可以怎樣 我不知道 那你拍拖 被人家吃了東西 中出即飛 中出即飛 大同就時都有 大哥 這件事我真的不能接 你結婚都可以 我沒有 我有兩個情況 沒有說 其他一個人都敏感 你明白嗎 你沒有理由不敏感 對於這些話題 你跟女生說後悔你就是錯 不是 這樣真的很大問題 那太多後悔了 後悔不是 你聽我講 完全不後悔 沒有手尾根 他還當作是朋友的話 這個處理得好 沒有手尾根 大肚 但是如果 大肚 但是如果他到處唱你的話 叫後悔的話 都是煩 都是處理得不好 要不認同 但未必是羅范之芬的說法 是3不3 sec 問題 問題是他處理得不好 不是 是他講的 是大肚 是大肚 我想毫無疑問 無論是否是義士 還是任何的男人 只要你攪大了女兒 毫無疑問 那個後悔程度 都很高 跟義士是無關的 好 再到這裏